歡迎來到台南的黃明炫 大家好 吃泡麵也是長得這麼大張啊 對啊 不然很緊張啊 吃泡麵一樣吃到你多高啊 身高一八八 我兒子也一八八 你兒子也一八八 所以吃泡麵沒有關係 對 我也每次泡麵又長到兩百多公分去了 好 我們來看你的收藏 這個物件是 這個物件陪我七年 考了兩張國家證照 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有紀念性 你考什麼國家證照 國考 對 不是古董堅定吧 不是 不然我就站這邊了 教授這是什麼圖案啊 獅子 你覺得獅子長這樣啊 不像耶 不像獅子 對 因為中國不產獅子 所以中國人在畫獅子的時候 很多是想像的 而既然他不產獅子 他為什麼去畫獅子呢 因為獅子在西方傳進中國的時候 在西方是一個威猛的國家象徵 強而有力的 所以他們看過西方畫獅子的畫 或者獅血 應該是有 所以中國人採用 但是沒見過 中國人採用獅子以後 因為沒有見過獅子 所以民間在畫的時候 難免就附會地去畫了一些想像的東西 如果這個物件的獅子是長這樣 跟我們一般認為的獅子不一樣 那很有可能他真的是對的東西 因為古早人不知道獅子是甚麼 所以才會畫成這樣 是 是 如果是現在的作品 就不可能畫成這樣 這應該是燒的溫度 有點跑掉 所以燒掉了 據我了解 當時這個狼妖宏 那時候我記得 我看那個史書 他是寫說 山溪的一個巡撫 這個叫陳友年 當時山溪巡撫那個 宣德皇帝就請他來燒狼妖宏 燒不起來 因為他溫度是最難控制的單色釉 然後到這個清代的時候 康熙皇帝在那山溪巡撫已經換人了 叫狼亭吉 狼亭吉到最後被他燒起來了 燒起來之後 他就以他的狼那個 不是色狼的狼 是女狼的狼 叫狼妖宏 還有一個很淒美的故事是這樣子 據說當時就是燒不起來 那這個山溪巡撫非常的擔心 他每天回去沮喪 而且每天愁眉苦臉 他女兒看到他父親這樣子 他也很心疼 而且以前如果燒不起來 皇帝交辦的事情做不好 那恐怕會被扁到哪邊去 甚至要被殺頭 所以他很擠 等一下 我先打個岔 等一下再講他擔心被殺頭 教授我們現在在講這個物件 你一直看這個物件 你一直在看他 沒有在看他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看你的態度 我就覺得這會不會不是真的 不會 不會 如果是真的 如果你知道 我都會注意教授的表情 他如果是真的 他就會這樣 這樣 看半天 講 因為剛剛我看過了 為什麼看這個不看這個呢 我剛剛看過了 因為我會想說這個要怎麼講 就是這樣不專心 好啦 擔心會被殺頭嗎 我一定要故事把教授拉回來 好 來 那到時候這個他女兒就 他真的是很擔心 到時候在燒窯的時候 他就跳進去了 跳進去了 然後就燒出來了 用他的血把他燒出來 那麼嚴重 這個我看應該是燒壞掉的 所以教授不看是正 他真的是睿眼 所以不是他跳進 所以我們剛剛 他搞不好 他搞不好是這一隻 這隻應該是失敗了吧 不是 有一點 這一隻有那個味道 但是這個很正常 不是跳進窯裡的那隻吧 不是 那這樣我會一直想到 烏盆劑 那是三個半個 可以說話要怎麼做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請教授 來做一個幫我們來鑑定一下 那後面為什麼應該當時 雙圈 對 雙圈 為什麼沒有寫這個年紀款 像說大清康熙年製對不對 因為失敗了 對 因為以前燒了一百隻 差不多破了九十幾隻 成型力不到一層 所以那個康熙王帝就 說建設每次把他打破 這是不吉利 所以到最後命說 不能寫他的一個年款 所以到最後他就變成雙圈款 如果是真的話 那我看也是好玩 還是確定 對 確定無瑕 也就是燒出來的東西很漂亮 完美的他才落款 會不會這樣 來不及了 他這些都是落款之後再去燒 才去燒的 對 右下 所以以前如果失敗了 他講得破就對了 講得破 那這樣我覺得 這樣子有點 這支可能是那個三四巡 不是 危險有什麼 那如果失敗他怎麼沒說破 有可能在燒菇 那個三四巡有可能會給我 這樣燒得給我這樣 對不對 噴夢嬰 所以可能這樣燒菇 因為照理說這是失敗 失敗應該說得破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支真的是有它的趣味 對 教授說真的有趣味 有故事 所以就把它買回來 讀書很無聊 讀書很無聊就啊 你買多少錢啊 我記得是一萬塊 買一萬塊 一萬塊 不過這個品質到真的滿高的 可愛 但是它很亮 很亮 糟糕了 賊光 沒有 古物如新便是寶 尤其瓷氣 對 你看都很亮 所以以前教授都跟我說 你以為古董會老 古董不會老 數千年仍然光澤如新 沒錯 就像你一樣 我還沒有 我現在還年輕 你不要講這種話 你這樣搞得怎麼像我已經老 都沒有改變 都沒有改變 好了 我們來見價 你買一萬塊對不對 好 來 你看教授 教授突然醒過來了 對啊 平常跳進去 用自己的血燒出來的 突然醒過來了 有味道 好 我們來見價 請見價 兩千元 好的 這件 所以它不是 這個不是很老的東西 是 因為 那是現代的東西 對 那現代怎麼會把獅子搞成這樣 你照古代的方法去畫 其實文式都可以仿 古代的獅子的樣子 我就照模就好了 他故意畫成像以前 搞不清有獅子模一樣的那種畫法 對 教授如果是現代的話 電氣乳的話 溫度應該可以控制得很好 不至於把它燒到糊掉 現在來講 銅紅還是很難 銅紅還是不好控制 還是會這樣子 其實電氣窯只是說 它的溫度會比較均勻一點 是 但是即使均勻 銅離子本來在高溫的時候 它就非常不穩定 非常不穩定 你在冷卻的狀況下 它就不斷地在變顏色 就變了 所以還是會這樣 那那個雙圈也是故意仿的嗎 雙圈是這樣 雙圈是以前這個雙圈 是要寫皇帝的年號款 是 所以民間不敢亂寫 應該是明晚期清代了以後 在做外銷詞的時候 他們就畫了雙圈 因為老外很喜歡後面畫雙圈 他們會認為是官藥 事實上是 是我們自己畫了雙圈 是跟老外講說 這是官藥 是這樣的 就外銷出去了 所以他就 他也不會犯罪 騙他多了就對了 同時又可以賣得比較高價 是雙圈的 那你現在看這個圖 你用放它進去看 它的圖還很細 然後老化不夠 所以這件就是現代的東西 其實